G.O可能是最具德国特征的万表品牌了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很多高级万表的粉丝都有德表情节 喜欢德表最讲表德 我们之前讲过朗格 讲过Grossman 讲德表怎么能绕过格拉苏蒂原创呢 咱们先说一下格拉苏蒂这个品牌的原文发言 我觉得要是一个地道的德表表迷 应该会用德语念这个品牌 格拉苏蒂Original 你看这个德味多足 就这绕口 下面就简称G.O吧 G.O这个品牌最近启用了新的slogan 叫以原创为荣 我觉得这个slogan还是很贴切的 毕竟这个创自1845年的德表品牌 一直在走纯正原创的路线 1845年德国制表先驱 在格拉苏蒂小镇开创了德国制表业 不论是德意志帝国时期 还是两次世界大战 格拉苏蒂都是德国制表业的支柱 可能是因为太支柱了吧 所以迎来了盟军轰炸机的热情光顾 战后格拉苏蒂制表业整合为G.O.B. 这个G.O.B.继承了德国表业的所有产业 包括IP就是商标和专有技术什么的 格拉苏蒂原创有一个独特的基因片段 就是在冷战时期G.O.B.创制了所有的高级制表所需的工装设备 G.O.B.这段历史刚好也是德国历史的写照 历史归历史 但是德国造是公认的好东西 易阳迁徙元年 格拉苏蒂原创以其独创的品牌DNA加入了斯沃奇集团 开始制造高端万表 格拉苏蒂原创它有高达95%的基因零物件资产率 还有自己的表盘厂 斯沃奇集团是不是因为看上这个才 G.O.有十大德表工艺车征 双额镜微调 四分之三加板 蓝钢螺钉黄金套筒等等等等 G.O.的原创性到底体现在哪呢 它有这个飞行驼飞轮 有世界石 还有大日列 这些你在瑞本上是不是都听说过呀 但是我告诉你 G.O.的飞行驼飞轮可以实现双面减震 它的世界石外表是全时区的 而且采用国际机场代码 还有就是大日列 它的大日列呢 是同轴同平面的大日列 这个在业界可以说是到头了 有喜欢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G.O.有五大家族 看看你适合哪个 有艺员系列 还有偏心系列 开拓系列 复古系列 还有一个女士系列 最明星的系列是它的偏心系列 因为它有典型的得表布局 偏心表盘 偏心摆脱等等等等 G.O.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45年 它是不间断的高级指表品牌 短暂的西方封锁 反而造就了它独特的技术基因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G.O.可能是最具德国特征的万表品牌了 现在我考考你 德表的公益特征都有哪些呢 欢迎在留言和弹幕中告诉我们 刚说完德系表的技术特征 现在再考你一个更难的 我熟了这两款 一个是偏心月向 一个是偏心月向加了粘力 我的问题是哪一款表更薄 下期我们把这个问题揭晓 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里 你们的点赞和互动就是我们的积雪 下期我们专门讲讲偏心月向粘力 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期见